猪肝细腻 猪腰脆嫩 堵头韧脆 秘诀就是一个字 快 从腰花卤锅翻炒到盛出装盘 仅仅用了不到十秒 落盘时的腰花只有八成数 但带到端上餐桌时 就正好焖出了十分数 火候的控制可谓妙道颠好 这个有可能是全国最快的炒腰花 我们来数一下 四 五 六 七 八 八秒出锅 八秒腰花 大家好我是麦总 我现在在自贡的桥头镇 这里有全中国最愣的腰花 最愣的猪肝 来看一下非洲末的中午 全是客人 你们只要给他当饭吃 只要给他当饭吃 可以炒腊肉 这是炒腊肉 可以凉拌 还有冷吃肚 冷吃肚 自己炒的好吃的很 他们那个桥头饭愣是老店吗 老店 看下有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你们本地人吃腊肚子吗 本地人全不腊肚子 哈哈哈哈 冷吃肚 只要跟炒腊肉 来我们来吃最嫩的猪肝 绝对是中国苍蝇馆之的传奇啊 这是猪头 猪头 就是这么快 猪头 你好你好 你吃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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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一盘猪肝 你看 这个生意啊 美女 两个人大概多久 两个人大高的有点小酌的 我排气好的现在 排好的吧 对现在排气好 来 排气好 带你们看一个完整的炒制流程啊 腰花用水电缝浆一下 超头三乐 最全教学 撒点 青花椒 然后这个是酒黄 煎椒,还有葱,素顺,香辣酱,海椒,泡海椒,辣椒面,姜末,味精,盐,水淀粉, 加菜籽油,这屏幕前的厨师和客人爱好者可以收藏起来了,一定到底完整纪录条都拿了草药花。 当然你们再加炒,没必要炒这么嫩。 一勺,两勺,三勺,四勺。 2,3,4,5,6,7,8,9 最后是炒了四盘 所以食堂要稍微长一点 又来一瓶小白酒 一瓶沙沙君 56度 马上就轮到我们了 哎呀 这个生意是真的好 又是三盘 腰滑出锅 除了外面大叔 作证 炒三嫩 里头还有两两炒回锅肉是吧 嗯 回锅肉 回锅肉也不错啊 桥头三嫩就你们一家吗 三家 三兄弟 三兄弟 对 这家是大个 这家是老二旁边家是最小的兄弟 你们家最聪明是吧 哎 都是两代 做了有多久呢 从八十年三七做的话都是做了三十多年了 你是女儿还是阿媳妇 我是阿媳妇 我是第三代了 第三代 对 里面炒菜这个师傅是第几代 第二代 第二代啊 对 我们点一个猪肝 一个腰花 嗯 现在的吃吗 现在就吃 你一个人吗 几个人 我们两个人 要得跟他搬一起 两个人一个猪肝跟一个腰花 好 肠头就不点了 嗯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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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后面还有位置 我们坐上面 楼上还有位置啊 这么快吗 嗯 摇花又来了 绝对是四公米最快的大鱼 回锅肉 全部都很快 这个是叫萝卜汤是吗 是 萝卜汤 两分钟不到 菜上齐 来看一下 三菜一汤 然后我桥头正午是来了三回了 这次我才知道桥头有三加三冷 这个是我们每次来必点的萝卜汤啊 来 先吃什么 先吃最嫩的猪肝 我们后来等了很久啊 因为他每一锅都是三分一起炒 我们就想吃他一锅一炒的啊 这两方都是一锅一炒 一锅炒的猪肝 一锅炒的腰花 三锅一炒没有这种 这个好吃 你们很好奇这个熟没熟 来看一下 绝对是熟的啊 不存在啊 无敌的 再来一个 这那是嫩 他这个 一缝绝对好吃 如果你碰到是大锅炒的 没那么好吃 反正我觉得就是 嗯 你要说 真的是千里迢迢为了这几个菜 大可不必 因为 嗯 自贡啊 包括四川很多炒腰花炒猪肝 都很好吃 不能说哪家比哪家好吃 但是如果说你来想看看这个大叔 哗哗哗哗 一动神操作 直接出锅 这个你一定得来 我们还背了刚才说的高度酒 来一口 杀杀菌 评论区今天讲的标枪啊 是一项体育运动 不是不要瞎讲啊 大叔真的很不容易 人很老实 就是 就基本上不怎么讲话 默默无王的再来给你们炒腰花 容易吗 对不对 不要乱黑 吃最嫩的腰花 全国如果还有这种一个店 让一个正出名的 欢迎给我推荐啊 小头三嫩这种级别的啊 一个小吃 让一个小镇都很著名 这个很少见啊 看何况是一个炒菜餐 炒菜馆 有不有人 是一个小鸡的